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見論千輝聯賽第二回合 今天的臉名是中醫服務英男 歡迎醫療體系對賽雙方為政方成立火中堂 立法方基督教聖約教會主席樂公告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的變元 首先是政方主義和恩 選方主義和 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以及反方健便 楊靖霖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 米根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崇珍書院辯論隊總顧問 老師或老師 中大餘辯論隊前女員 何文文善啟 以及藍然聖母六中學辯論隊教練李樂儀小姐 今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見面共同課 發言時間是4 3 3 4 公辯周圍回方兩分鐘自由辯論周圍回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得提示 到時便會有兩得提示 超時15秒便會連得提示 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布給雙方對賽的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請正方主編發言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我請去介紹試驗 主席 評判 各位 大家好 港府一直支持中醫藥發展 1999年港府首先通過中醫藥條例 條例全面實施之後 所以在香港以中醫執業的人必須先註冊 以確保中醫的專業水平 其後在2003年至2014年之間 在全港18區設立中醫教研中心 經過當年的推幅 市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有顯著提升 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進行了本港市民過去一年曾經使用過中醫的調查 結果顯示本港市民使用中醫的比例 是1993年為29.4% 2015年升到45.2% 但根據政府文件 以前中醫藥診所和未來的中醫藥中心 都是使用三方合作至負刑規的營運模式 因此以前中醫藥的服務和相關研究 並未獲得政府的大眼資助 最終證明衛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被過輪所批評 政府對中醫服務的資助不足 令到中醫服務收費較高 未必人人可以負擔得到 唯有放棄使用有關服務 因此 網方卓義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將十一間教研中心和將軍路 百姓局中醫院的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同時的公營醫院增設中醫護診服務 令人政府監管 而中醫的薪酬、資源、補填也與西醫看齊 我方審視見到的準則是審視 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能夠有助中醫白癡及及遺及市民 市民方面提升公營醫療質素 根據社協調查發現 232年的受訪者當中 其中近七成人不滿公營 普通科門診電位醫藥服務 因為名額少又成人都滿額 長的輪透時間 令市民無法盡快得到治療 可見公營醫療系統人手不足 拖低了醫療質素 而根據台灣中醫界巨人之稱的無水生指出 中藥一兩日便能夠改善感冒 發燒不舒服的症狀 證明中西醫是可以互相替代 能夠直接為病人治療普通病症 可見引入中醫有助舒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 但現時公營醫療系統的西醫服務保護貼率 接近九成 所以公營醫療的普通科門診電 十多星期日只需要五十元 另一對基層人士、低收入人士有額外的津貼 相反 現時中醫服務只得13%的政府資助 令中醫的診療收快為一百二十元 但只是包涼這樣 對於額外治療例如針灸 都是無資助 令到基層人士卻步 但只要將中醫來入了公營醫療體系 便能夠提供廉價服務 吸引市民使用 最終達到分流效果提升醫療質素 業界方面 推動長遠中醫業發展 以至中醫層所使用自動營規的方法營運 令服務質素受到資源所限 香港前線中醫聯盟秘書長陳文康指出 由於中醫教研中心是致富營規 難以兼顧到收入和研究 和私人市場相似 根本就沒有時間做研究 而且教研中心是以一次性活款 活款亦都未必直接運用在科研當中 難以提升到中醫的專業水平 無助推動中醫長遠發展 相反將中醫拿入了公營醫療體系 將中醫的資助和西醫看齊 中醫就可有足夠的資助和金錢做科研 而中西醫亦都可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開拓更多的治療方式 從來推動長遠的醫療責展 總管而言 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既可以分流病人 縮短他們的輪候時間 提升公營醫療質素 又可以推動中醫的長遠發展 令市民得到最全面和最適當的治療 因此今天的面題絕答應 多謝各位 正莊煮麵發言時間為3分58秒 沒有過時 不想休息 現在有請凡莊煮麵發言 又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相繼承的事件 終職評判 各位大家好 亦不愉快知 有一行認為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因為想減輕公營體系的壓力 但有一行其實忽略了中醫服務市場的發展 現時中醫 香港中醫為數更多 包括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 第17年12月公布的數字 香港中人數不及早數超過1萬2 加上年中辦、港辦、鎮大公有中醫 心阻取中醫質疑之間 再加上來自內地的黑衛生育中醫師 香港中醫師會跌多的增長 此之同時 香港是國際公會市民生活接種急速 適合對中醫需求明顯不及西醫 對中醫需求更有效趨勢 證明政府統計處於20年底 發表的調查件事 香港通常選擇 向中醫和西醫塘層的人數比例為1比9 中醫塘層的人數比例 近年4年的17.7百分比 甚至16年的16.7百分比 其行順人數比例 亦由5.8百分比 甚至剩下4百分比 中醫服務市場出現 公佈於扣平和遲保健 今日中醫和西醫的生育員和資源測試 根本就是市場結果 中醫支援少是因為市場公佈於求 西醫支援多領外 投負預告 因政府資助 現時中醫市場 在政府未將其立 有公認機率體威 加上公佈於求的情況 究竟提供了一個 什麼中醫選項給市民呢 離其得任服務提供者 政府角色近似一個推動者 政府現時為陳華家 中醫近華家作出 確定眼睛資助 並傳聞社福機構涉及 據中醫發展 政府亦有作出承擔 政府為中醫醫院提供土地 並掩飾萬利機構涉及 加上飾萬利機構 例如東華沙戀、群仔醫院 在十八區都有中醫服務 並且服務全面 深究、推拿、百孤棟 因此 仍有不同匹根 推出中醫審診計劃 例如香港法教委合會 現免費或張職資三費 唯有經濟不合的市民層支 上加上各區市民 資能提供中醫診所 中醫服務全面 而且有平有歸 而市民可以各取所需 香港提不到政府有什麼必要性 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香港認為 如果政府強迫 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可出現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 人力資源錯負更嚴重 如果政府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會令中醫生產大幅提升 尤其生意嗎 可能會增加至於西醫提価的5萬 如此高深潮 一定會提供 令人更多學生 無讀中醫 同時香港學生 內地的公營醫療 相大湧入香港中醫市場 而香港市民對中醫的需求 原本就少 再加上大量人手投入市場 會導致人力資源錯負更嚴重 更加公布於行 如果中醫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那麼政府由於 如果是這些高出來的人手呢 第二 增加政府非必要開支 中西醫理念不同 西醫提供對症下藥 針對性比藥 不會注重徒利 而中醫就不同了 沒有病徵都會傳藥方田的身體 市民沒有病都會成中藥保濕 中藥藥財中藥 又便宜有貴 如果將這些治療的身體的藥財 用到隔日之狀範圍 會增加政府的非必要開支 更加鼓勵市民濫用資源的行為 最後 還有一方何回答 將中醫服務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如何令到體科西醫的市民 轉變為體中醫 而實際轉變數字入了幾多呢 請用方何正義回答 考慮今天變態不應成立 謝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55秒 每個時候不需投分 接著是公佩的環節 公佩一方可自由 挑選對方一位便宜回答案體 並打斷對方發言最慢 回答方不得反壓 亦不得打斷公佩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公佩一方可自由 我即時提出 評判令和我直接投分 每次一分 如公佩一方向常發言 評判可自然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請 政府大注意 委員再公佩 請自由選擇委員接受職信 政府公佩會開始 你有2分鐘的時間 請請教師 大家好,有方同學你好,針對著有方同學的論點,有方同學的論點就是人力資源不會錯過,終於薪酬會提高,會有更多的視頻,會有更多的依科生去看 那就是有方同學你是擔心說多人提高的時候需求沒有,當多人有的時候人力資源不會錯過,是不是薪酬會提高,下去公開 是,有方同學始終都是單手浪費公開,有方同學的論點都是單手浪費公開 但只要有方同學,只要我方同學得到中醫需求上升,中醫就可以拿去公營醫療體 中醫現在過剩的人手時,是否就可以拿去公營醫療體,縮減輪投時間 好,多謝有方同學的答案,是,所以我方今天看到原來中文大學公共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 原來香港市民對中醫的需求又會回歸前93年的29%升到現在5.2% 好,我方論證所說已經在需求上升了,按照有方同學,有收穫是否可以透過公營醫療體 好,有方同學,今天西醫的,西醫的,西醫的,很多市民,西醫對中醫的需求 好,有方同學說很多市民會選擇看西醫,那想問有方同學,你知不知道哪些市民選擇去看中醫 第一,中醫的,中醫的,中醫的,成效很慢 好,有方同學說成效慢,但是,有方同學說成效慢,但我想問有方同學,你說成效慢 那就是只要我方論證所說成效快,跟西醫,跟西醫治命的速度是成效慢 就能夠論證到面對成效呢 中醫 是嗎 是 好,多謝有方同學提問,好多謝有方同學 而我方見到又在台灣又中醫巨人之稱的,和水新維利療體 原來我方見到,是 現在輪到 Halles 終於灰光公 esfuer 然道返光公典,請 exercise 腺伸位選擇掉 betterWhere is this 10 students 不可能有生徒的症状疑 反方公民可以持續兩分鐘時間 是不是老闆可以進行 今天同學請問你是不是認為 當今日將中醫、公共醫療體系做出分流 減輕公共醫療體系的負擔 但知不知道今天市民不看中醫 市民不看中醫第一個 第一點就是今天中醫是市民自答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來看看 根據市民對中醫的研究報告調查這件事 只不是因為今天中醫的成效 不及西醫派 所以我先選擇看中醫 並且認為今天中醫都藥、尖藥 較為西醫麻煩 所以才不會去看中醫 那同學 就算你今天將中醫療療體系 能否改變到中醫本質上的問題 中醫是 我剛剛在工業環節 已經向柳光同學講過 原來台灣有中醫巨人之星的 武術側醫師 或者香港普通的傷感 我都可以一兩天醫到西醫院 那我又不是可以證明面談的 但我同學 其實每個人的題質都不一樣的 你剛才怎樣論證 每個人一定是一兩天醫好 其實中醫並不一樣 今天就算 就像柳光說這樣 那為何仍然有超過一半的市民 認為 中醫的成效不及西醫快呢 其實今天講到沒有 中醫始終都是不夠西醫的成效 所以現在的成效更加快 今天和我們擔心最中醫的收費很貴 但實際上今天中醫的收費 是否真的這麼貴 那麼貴的呢 但我們見到 另外和醫療車 他們的陳金全面 這些藥費只需要35元 35元是否很貴 35元不貴 35元是不貴 但我剛剛都說了 35元不是很貴 那和我們今天有說 今天中醫的收費很貴 令到市民不去看 那一台證明了 我看到原來現在已經普通陳金 120元只是包含劑藥 那時候公立醫院 哪間醫院哪間診所 普通陳金120元 現在市面上所有 醫院上平均的 那十八間 香港十八間 中醫教育中心 所以同學公司 可以不選擇去看他們 我選擇去看 去醫療車採人服務 並且 他們可以去到醫療會當中 提供資助 中面環節結束 每一輪到正方的負面 還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我先解釋一下 主席庭庭局 各位大家好 剛剛正方的食飯科準備 在公園環節就跟我們說 此學分能證到 今天中醫有成效 我們就可以靜臥媒體了 今天我們就跟我們說 香港中國醫學大學 附屬醫院終身議頭 科主任指引維護子春 針對環國 需要食腸皮內骨醇 二位性皮膚的患者 中醫可以給予他們消風散的治療 可以明顯改善症 可以明顯改善病症 甚至被失業有效的時候 從而我們再看 有美國研究人士發現 用全部的中醫藥配方 可以解決日常的酵團症狀 研究團所用這些中醫藥 去研究 去對278位酵團的患者作出研究 發現94巴仙的人 服用中藥配方後 敲出症狀完全消失的時候 我方今天就可以論證 當中醫有成效的時候 甚至可以解決這些副作用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漏公營醫療體系 可以讓市民免除西醫的副作用呢 還有就是 今天有方一直沒有跟我們講過 中醫的實質的閉症 是不是實際有方知道 中醫其實是沒有閉症 是根本可以漏公營醫療體系呢 還有就是 有方在主編的時候跟我們講過 市民對中醫的需求通常不大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這碗數據顯示 現在我們看中醫人次 至於一百萬人次那麼多的事情 需求還不大 在此我們今天再看 政府恐懼指出中醫的求診數字 在2007年至2013年期間 復合在二十四萬至三十四萬的時候 直至2015年 若升至四十七萬的時候 有方認為現在的需求還不大 但是呢 中醫在者 今天有方能怎樣 跟我們講過呢 做到加大了 政府的醫療負擔 有方說 有方說 以以來政府 就會加了很多沒有醫療的開支 我方知道這個做法 是一定會加大政府的醫療開支 但是以來香港 醫療開支 才是政府的開支 十七個巴士的時候 特首留置月外 也在1919年的財政議書外中 納入月留了三千億的時候 去医院 給醫療系統發支的時候 現在政府每年都有 一千三百八十億的營餘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善用這些金錢 去給市民享用這樣的福利 再者 澳洲 中國 內地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都可政府的數字 以示世衛的國家 醫療維生總開支的數目 等於明顯成 而成熟了內容 以示 香港被其他國務的經濟看 在比較之下 香港的醫療開支是排位 可見中央香港的醫療開支 經濟很少的時候 我明白為什麼會有幫 還會覺得是會加大政府 這些無邊緣的開支 再者 我們今天見到香港醫療長期病 例如抑鬱症 情緒病這些都市病的時候 一般的時間都很長 而藥物或者治療方法 都會有副作用 例如做癌症的福康化療 會導致抵抗疫症 斷化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將中醫療公園醫療系統 去中式合併 市民有更好的選擇 謝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免費時間 為三分零八秒 我沒有過時 再休息給我 現在又請反方第一副免費 你有三分鐘的免費時間 準備好槍斃 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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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請示範 我們以示範 真正的評論 請示範 請示範 中醫療公園醫療 是提補丹的 那同學說得很好聽 但同學說得很好聽 事實上其實是否一樣呢 今天我們看到中醫服務調查報告顯示 一年外沒有看過中醫的市民 都是有超過一份認為 中醫的見效及細胞 以及直中央比較麻煩 而選擇不會看中醫 而這些原因 通通都是中醫本質的問題 並非同學今天將中醫立公醫體系 作為改變中醫的本質 再加上 好像這麼大型10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 今天仍然有超過一份的市民 選擇先看細胞 但是某些見效的問題 他們不會選擇看中醫的 即是當今後 即是當今後同學 就算中醫立的公醫醫療體系 這班市民仍然不會從西醫轉移到中醫 這班市民根本不會是因為中醫的服務 而去選擇看細胞 而是在今日中醫的本質 即是當今後 公醫醫療體系的負擔 仍然不會減輕 即是你可能的第二個論點 再和我們說 今日中醫有一個獨特之處 都是沒有負責作用 就必須要將中醫立的公醫醫療體系 但今天其實按照不同的論述 今天這個泰式按摩 都有改變靈 改善臨巴循環 改善化皮膚的狀態 這些都是它的特特之處 那是不是應該將泰式按摩 都立入公醫醫療體系呢 請問我正面論證 相反 今天中醫根本做不知 公醫醫療體系 為甚麼呢 是因為今日中醫這個市場 根據政府的統計處 被人家七年的調查報告顯示 市民選擇看中西醫求診比例是1比9 中西醫求診人數由2014年 接近18% 下跌到16年16% 它的中醫需要反而是下降 持續下降的趨勢 因此市民對中醫的需求甚少 已都知中醫作業 2016年的時候 平手過剩 花少了 但今天正正都是因為 中醫市場出現公佈月後 都是令到中醫的服務 更加專業完善 亦都可以顧及到 不同家庭的市民 因為中醫市場裏面有競爭 故此令到很多不同 私人中醫診所的收費 都要偏向 便宜來吸引客戀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市民更多的選項 收費要低又便宜 要貴亦亦都不夠貴 令到市民開國取所需 並不是跟我今天 口中說到這樣的樣子 收費很忙的貴 一百二十多元一劑 再加上 就算市民想去看中醫 亦都不難 很方便 因為全港十八區 每一區都有一間 入宮華三軟 人口醫院等等的 碧紋理機構 創辦的中醫院 再說今天市民 甚至可以一出門口 還要去看西醫 香港人外行 似有流動醫療車的服務 為了方便市民求診 這條車服務 勸佈全港深復的地區 而賺金更加是免費 約費都只需40元 而賺錢更有30元優惠的價格 現在一個退休 或低收入人士 想看中醫的時候 亦都可以受到醫院會的資助 他有三次免費針灸的服務 並不可能今天 並不可能選擇 沒有針灸服務 提供 沒有一個免費針灸服務的提供 最後請同學論證花 今天將中醫 和公營醫療體系 中醫的代言轉變 再加上 又如何舒緩 公營醫療體系的負擔嗎 多謝各位 清晰 城方第一副面發言時間 为3分11秒 過аны,不需求婚 如今現在有請 城方第二副面 發言 還有三分鐘的責任時間 最後請人介紹的事件 主席、評判、順順的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主辯導致 其實講的基本上擔心兩樣東西 第一 有方同學擔心人手過剩 人手太多 但是市場沒有需求 所以今天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只要我認證中醫有需求市民會選擇 就是中醫就可以拿到公益醫療系統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擔心市民會濫用 我們先逐點 首先第一點 有方同學擔心人手過剩問題 有方同學擔心需求不大 但是我看到原來根據中文大學公共醫療 公共研究 個個自信 原來公面我們已經說過 由回歸前93年的29.2% 升過去15年15.2% 升過去15年15.2% 升過去這麼多持續性上升 有方同學需求大了 以及已經籌 或是有方同學內心 還可以濫用去公益醫療系統呢 他說有方同學臨點議 說會濫用服務 有方同學今天擔心原來是玩什麼 市民脫掉頭髮進去看 市民傷風鼻水流鼻涕 又去看會濫用會浪費政府錢 但是很簡單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原來公益醫療系統 甚至西方也會有同樣的東西 西方也會有同樣的東西 西方也會有冷漠的情況 甚至救護車也有冷漠的情況 有可能是否整個公益醫療系統都不需要呢 而今天有方一副講話 因為有方一副 甚至是公益還是英講話 我們不需要中醫18間醫院教育 總是我們有醫療車 但是今天有方同學醫療車有多少 醫療車到底有多少 有多少細緻全部的東西 有方同學都沒有講過 還有今天有方同學講過 原來今天有方同學的行為 行為面提的標準是怕煩 市民去煲藥飯 市民去買藥煲藥飯 那些藥很好等等 每天有方同學的行為標準 其實是因為煩 而今天有方同學完全沒有交錯任何數字 甚至任何報告 他只說我們到底有多煩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完全在猜測 而今天有方同學講 香港市民對需求不大 在當時我們看到原來市求持續上升 當時按照有方同學的行為 可以納入 而正正就是因為需求 所以市民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 就是要選擇去看價錢相當昂貴的私營中心 甚至是補貼降價少的中醫教育中心 而現在看到原來 現在有方同學都問 我方已經論證了 原來一直是持續上升的趨勢當時 而且市民不會計較分前面上的問題 市民只要他們負擔得到 他們都會盡力去看中醫當時 而我方今天將它納入了 要攻擊醫療系統 可以比更多的市民去受惠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否定不到 而今天有方同學說會濫用服務 其實我方已經解釋清楚了 而今天有方同學說 西醫是做到中醫治療效果 有方同學說成效很低 但今天有方同學說成效很低 即是說你在擔心時間上的問題是做不到 又說今天有方同學公園又說 今天有方同學公園又說 體質上不是一環 體質上基本上不是每個市民都可以視乎得到 所以有方同學說 偶方的數字是一到兩天就沒有問題 其實根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公園 原來有方同學公園 認證不了清楚任何醫療車 甚至是冷協服務的問題 請示範合有方同義父正願回答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 就為3分13秒 我過時互相扣分 接著到反方第二負面發言 你有3分的發言時間 總共參與計算是 謝謝 謝謝 主席評判 各位大同學 剛才有方同學說到 我們論證為何市民會濫用中醫服務 因為中醫的本質是以調養身體為主 即是你有些很輕微的病症 就可以去看西醫 去看中醫 即是會間接鼓勵到一些寶寶的人 濫用中醫服務 現在你不是濫用中醫服務那麼簡單 還會浪費一些很珍貴的食材 那麼濫用中醫服務 可以讓別人健康 變得不健康 例如你亂用直接幫蟲下草 人參、花架等的藥材 可以出現疲倦 成熟和純白等的不適精作 那通常是否想見到這些事情發生呢 那麼中醫藥發展委員會 成員蘇智清表明 如果資助病人吃中藥保診 一定會出現大量的病人 在市區中醫診所到轉頭中醫院 那一方同學 那你要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 那一方同學他就說到 中西合璧的成下是更加好 那麼首先 西醫是提倡自消滅病症為治病手段 是為了殺殺細菌 是可以令一個病人 進入很虛弱的狀態 但是中醫是提前整個運作 去中治平衡狀態 令身體變得再健康 那就是說如果西醫去管中醫的話 就會出現矛盾 因為大家對治病的看法是對的 那前線中醫 那香港前線中醫秘書長陳文漢就表示 如果西醫管中醫 可能就貼西化中醫 商業掛稅 商業發不出等的錯誤 那同學你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 那同學我們想說的是 那為什麼中醫是慢呢 那同學現在市面上 如果你是發燒的話 那你的首選一定是選西醫 當然是因為它的成效化 以現在這個市民來說 那些市民就會認為 你煲藥很麻煩 要搞很久才吃到一次藥 那這樣成效又麻煩 再加上現在香港的急速的社會節奏 所以那些市民寧願看西醫 那些藥少的社會 是享受不到中醫的針灸這類服務 令到他們無法看 那其實呢 那有方從學有沒有這個必要性 去把它納入這個公營治療體 那有方從學 如果你說他們有福利的話 那你在縱門那裡 在縱門的福利裡面 那裡加的話 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那為什麼有方從學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情 一定要去做個比較煩的呢 那現在中醫已經是公布於求 2016年中醫界716位過剩人手出現 甚至2020年的354位中醫過剩 相反 2017年是算缺300名西醫 而現時的西醫 現時的中醫醫生 哪些是慢線 至2萬在1 如果要納入醫療體系 那中醫醫生怎麼都會提高 那接近西醫的5萬6 那兩位同學 那這完全的問題 是怎麼解決的呢 多謝各位 如果人家自觸使在場人士 發言 那邊緣從未發言 該邊緣所述 一方將未被委屈 情況受罪不分 相關的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自由變了文字 現在開始請正方 太少委員 首先發言 大家好 想問有方 終於有何負在用 今天市民主題 喜歡怎樣解決 舒緩一點 不如你做大約負責 好了 有跟我們說 他不知道為何負責 不重要 我告訴你 現在終於是沒有負責 無論他在無人醫護 十堅塗料 甚至現在市民都有的 經過症 甚至濕疹的時候 他都完全沒有負責 在濕疹方面 他可以用 西醫的食物療程度快 最近三成 你問我怎樣解釋 有方和我承認 中醫是有效 但現在我們所說的是 中醫值得多點 都會有副作用 有方和我所說的是 中醫有效 所以一定要有這條 歡迎這條大提 今天有方主題 主題方面 我只是證明不到西醫 中醫有效的時候 可以正立變態 今天我可以正立變態 一時有方這一點 就跟我們說 或者今天我們是 今天有方正 跟我們看時間 看法不法 看中醫法不法 從來不需要你成效 成效的事情 那又可否覺得 比一個最好的治療方法 是否都不是好事 我們說 你終於有效 中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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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夠勸 35元 用藥衛生金全面都不夠 中醫有效 中醫有效 三十五元 每次醫醫病 中二說 我們掌問匯 醫治療車匯 我幫你問了你幾次,醫療車到底細節有多少 推人了多久,有多少醫療車,有封網行證的回答 醫療車,遍布全房三十個地區,接近一百個服務點都不夠 那有多少? 遍布全房三十個地區,有一百個服務點 就是點都超過一百的,再加上今年有十八家經醫診所 再加上藥房、私人診所,依然有提供服務 為什麼今天依然為不夠服務員呢? 那是不是有方向來支援事務員,即是可以立即叫輛車去騎路? 當然要留下,如果有車就有騎路,沒有車就不可以去 他家附近的私人診所,並且去一個區的中醫院就診,有什麼問題呢? 那有方向來原來拋了很多方向來,原來我們這個方向不行 我們要做另一個方向來,還沒有說那個方向來有什麼位置 那有方向來醫療車如果有的話就去看,沒有的話去私家醫院 那就是有方向來不停跳來跳去,覺得你是想這條車還是私家診所 有方向來,我都可以用不到,有方向來 那要證明到,你叫了公民這條車之後 那你怎樣打開這個分流的問題呢? 那市民不想看中醫 那有方向來說,市民不想看中醫,需求低 但我公民以赴甚至公民環節已經指出到 原來市民在回歸前93年29.4% 升到15.45.2%那時候 原來我們看到原來市民需求在上席那時候 有方向來說,我看到市民上席是否可以證明了幾個 就是,我都可以跟你說數據,我都跟你說數據 你說,你現在看到2016年的時候 今天市民對中醫的需求是下跌了 再加上今天2018年追上的數據 高鐵線陣營有七成的市民責責心體失意 現在可能今天依然認為 那一本來的數據跟你說 市民對中醫的需求很大 今天有方向來講一個數字 二人講二人的失戀 今天我們有一個公民在2018年的調查發現 市民對中醫的需求很大 特別是針對慢性病這些病患 因此市民的需求根本正大 但是當辣入公民醫療態室 更可以幫助病者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劉福堂,你有需要嗎? 是否一定要辣入公民醫療態呢? 就是有需要才可以辣入更多 要辣入公民醫療態,必須更加多人 要辣入公民醫療態嗎? 劉福堂,今天你覺得有需要辣公民醫療態 今天這個給你先說什麼時候有需要 是不是也有辣公民醫療態呢? 再說劉福堂,今天其實中醫診所 今天有18間公醫院的市民都可以進入 可以去那裏就診,並且提供免費的生活服務等等 亦都提供完善的服務 為什麼今天非必要? 那什麼必要成? 一定要辣入公民醫療態系? 好了,有些人有打個對比 好搞笑過 有些人有太識外風 但是有些人有太識外風 太識相對上是營運的一些 有些人有一點都沒有解釋過 用這樣的理論,所以是不可以類似? 中醫診所說,中醫有需求 一定會立入公民醫療態系 今天看到現時中醫和醫學 有什麼必要成一定要立入公民醫療態系? 中醫有需求的同時 同時可以解決西醫人數不足的問題 減低輪同時間 讓市民可以當得到適色的治療 那有方為什麼不可以辣入? 可能我今天說了 有衰竭可以減輕西醫的孤單 但事實上看到了什麼? 根據市民的中醫部的調查報告顯示 市民仍然是因為中醫的成績效 及西醫快 並且因為今天占約比較麻煩 時選擇不去看中醫 甚至仍然8年的浸大報告顯示 市民仍然都不選擇去看中醫 不選擇先去看西醫 請問市民依然去看西醫 所以市民轉言去看中醫 又如何可以輸入公用這條派系的負擔 因為我正正負擔 有方為什麼很搞笑 原來有方為什麼我行動標準 就是什麼? 哦!市民不想看 市民高得慢 市民原來是時間 是一個行動標準 原來現在市民說什麼? 我煲藥飯 我煎藥飯 我不想煲 很麻煩 就這樣吃得到就OK 就這樣吃得到就沒有問題 當然是有方同學 原來你的行動標準是時間外怕飯 有方同學 其實我現在行動標準是時間外怕飯 而是人數 市民不肯去看中醫 不肯去看中醫 你將中醫例如公用醫院看系 又如何可以舒緩這個公用醫院看系的負擔 正正負擔 正負擔 今天我們見到醫護局指出 現在看中醫人次 有100萬人次的事 又收拾會不會低? 100萬人次 那就對了 但是這次就有 是否可以做到 反方發言時間已經用上了 正方上月10秒 所以只有在外面的體驗 今天可見有方在雙方問題跟我們說不說 有方才一直跟我們說這個數字 但是今天我們見到這麼多 這麼多文報告 這麼多研究 說是雙方大事 我方不明白 為什麼有方不覺得雙方大事 正方發言時間已完畢,只有兩環節之中 現在是傑變的環節,雙方傑變有一分鐘空時間 很密馬喇吞時,一旦步進行取口 enhanced風水 就同時,不好了 肉煮辣椒 排骨 预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用反方液程图结 导致4分钟的大时间 蒸到中介前吃 主席評判助 各位 大家好 可以到香港作為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香港政府在自由市場內 在市場內的角色到底是甚麼呢? 當然就是根據自由市場的原則 小政府、大市場、政府不介入 或者不干預經濟發展 但是如果政府介入的話 又會帶來怎樣的業務呢? 在09年政府推行的活化工廈政策 的政策目標 原本是將舊工廈重建和活化工廈 連續其他用途 但當這個政策在09年10月公佈之後 工廈市場永遠出現了變化 活化工廈政策 無疑是大幅增加了工廈重建之後的 銷命和價值 但結果就令到工廈租金急升 宅耐了小型企業和威脅了 藝術工作者的生存空間 有媒體禁止 政府毫心做壞事 政府主動介入 整體經濟的運動 大多數都會失敗 其實今天我方是非常支持 中醫市場發展 但其實政府是不應該 重建了轉為領導整個市場的角色 總結 今天總結 有方和我全場 有甚麼理據中醫部部 應該納入工業醫療體系 我方發現有方和我追蹤了以下幾點 第一 今天有方和我追蹤了 將中醫納入工業醫療體系的需要性 今天有方和我拿了文健林的報告 來質疑我方的 用浸會藍信大學的研究 來跟我們說中醫的生活性非常之高 但其實今天有方和我再跟我們說 今天不夠資助 所以我們要納入工業醫療體系 其實今天我方不斷提及到 今天中醫的醫療體系非常完善 其實今天有方和所說的問題 都是依於供求市場反應 我方一虎都已經說過 中醫市場出現了供過的需求 令到中醫有競爭 從而令到更多的私人中醫試驗所的收費都會比較平 再加上有非紋理機構 例如東華三院、人際醫院、人外堂等等的中醫服務 還要有醫療車 這樣可以搏合到不同階層的市民 令到市民有更多的選項 加上和服務任君選擇 市民可以各取所需 一次今天我方看不到 中醫政府有什麼必要性 是小張中醫 特別是他供應醫療體系 第二 今天有方和我追蹤了人力資源創具的問題 今天有方和我們說 將中醫納入供應醫療體系 便可以平衡到中西醫的營手問題 但其實現在中醫功過於求 西嚴總檢缺人手 中醫有716位過程 如果要納入供應醫療體系的話 中醫的起身鏡 有方和我都說過 是會和西醫的56,000的聲音提察 讀中醫的門檻又會讀西醫的感高 聲音又那麼理想 自然就會吸引大多人去投身中醫這一行 中醫已經嚴重人手過程 現在又多多人進入了一行 有方和我認為這樣是解決的問題嗎 某方不明白 明明就是加劇中人力資源創具的問題 有方和我依然都覺得 將中醫服務勒入供應醫療體系 是可以將所有問題來理解的 第三 有方和我忽略了增加政府非必要的開支 中醫的本質是條理身體為主 是慢性治療 即使你沒有病沒有痛 都可以去看中醫條理 現在有方和我 就希望將中醫農入供應醫療體系 就是因為中醫有效 他們希望和希望 將中醫給一個資助 他們就會多多人 多更加多的人看 提升中醫的質素 就比市民多一個選擇 但其實這樣 只不過是在間接鼓勵 一些非必要人士 去濫用中醫服務 剛才我方一副都已經不斷提及科 太式按摩都有效的 是否一定要濫用這個供應醫療體系 有方和我不敢當 只不過有些藥財很便宜 如果有資助的話 又會令到為了政府 帶來一些非必要的開支 我方二副都已經說過 吃得多都會壞 所以這樣只會浪費政府的醫療資源 也會加重政府的負擔 也有可能會浪費一些珍貴的藥財 最後希望有方和進行政國的責任 去論正為何中醫 一定要納入去科研醫療體系 第一次今天編題 你應不成立 多謝各位 總共時間為3分58 我過時不需要後分 現在有請政府見面作總結 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時間 主席評判長的各位大家好 來到見面為止 在回覆變題之前 不妨再看另一個 香港備受關注的問題 防禦問題 政府往往處理防禦問題 都不值得有一個政策 政府例如增加好地供應 亦都不會只用田台 反而更加會去法治中地 多於副扣場分至貨櫃場等等 就是因為每個方案都會 他們不足夠不足的支柱 所以只會運用多個方法 去互負不足 去達到更加的效果 也在居住方面 政府亦會推出不同類型的政策 例如港人手指上車 部份都獨自居等等 配合港人置業 既然市民在房屋上有選擇權 為何偏偏在醫療上沒有選擇呢 面對同樣嚴峻的醫療問題 熱意市民 同醫療場的發展而言 用一個完整的醫療體系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更加好的選擇 總管廠場相互有三大爭拗點 第一 在浪費症無必要開支上 有些前廠跟我們說 前廠不承認我們 因為中醫沒有成效 亦是不敢提及Well 中西醫的實質上有哪些壞處 我現在會待到西醫可能 醫維剪太廠 hoje的護抗藥 只會給止痛藥 而且會當作後期很多的副作用 而中醫りaction 敷藥和針靱方面 去看護滿這個問題 所謂我方在去到後廠 已經不敢再提及 在剛剛所說的中西醫結合 而在分的問題上 雙方相互認同 何因而公營醫院 公營醫療體系有過長時間的問題 但有方今天提及分流病症問題嚴重 從來都沒有直接指出過中醫的閉嘴 單純有提及其他方法 中醫醫療車 甚至有其他私營的中醫醫院可以做到 所以有方根本不可以反對 我方中醫這個方法可以分流病症的成效 其次有方輪點二已經講到市民會出現濫用的問題 就是因為前場說過 南部中醫醫院會出現濫用的情況 但有方法整場都沒有交代過 怎樣才叫做濫用呢 有方也不可以介入市民 什麼才叫做濫用呢 如果按照有方所說的話 市民小小有看醫生 是不是市民頭暈身體 有多深刻去看醫生 這樣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其實現時西醫都會有濫用的情況 所以才導致現在輪候時間過長 是不是也要將西醫剪除在現在的公營醫療體系上 可見有方論證不到 所以弊處同樣也不會成立 加上有方方案上 提及中醫醫療車和私營的中醫醫院 首先在私營醫院方面 有方議庫出來跟我們說什麼 他們議庫出來跟我們說 在中門增加資助 但我們剛剛都看到 現在這些私營的中醫院 一直是用這個自負營規的方式 去營運他的診所 但當你拍多少醫療院給市民 市民都好 他會一直顧及自己的收入 而繼續自負營規 價格一直上升 你拍得越多 他就繼續上升 就算拍到最後 你拍多少 對他來說也沒有用 他還說有什麼來的方案 中醫醫療車方面 其實在這個方案上 有什麼細節不算很清楚 沒有講到醫療車營業時間 沒有講到實質的背套 實質的營運模式 有方一點都不會太合 其實現時因為香港都市人 節奏急速 加上人口老發日出問題的嚴重 市民出現長期病患的情況 熱理越來越多 例如抑鬱症、糖尿病、濕疹方面 現在正正是因為西醫不可以有 抑鬱症、抑鬱症、抑鬱症、抑鬱症 而且又沒有出現副作用的情況 相反的作品 就可以互補不足 提出一步 和補助的市民的健康 令市民得到最適合的治療 所以長遠而 長遠而得到一個完整的醫療體系 就能令市民擁有更多的選擇 和健康的保障 多謝我告訴你 這場來說 其實如果看過交鋒 可能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很可惜 最大的可惜的地方 是有兩樣的 第一樣就是 雖然今天交鋒是有的 但是集中的地方 是在醫療局上 但是其實 打得真的太窄了 因為其實 你們那邊就在說 其實都是屬於分能的一樣 另外一樣就是 現在的中醫服務太貴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些便宜 其實都是一種靜路的打法 反方的回應方法 就是跟我們在說 現在有醫療車 有些潛艇機構 是有些不喜歡的服務 這個其實是OK 去到後場 我覺得遲了少少 後場你們喜歡質疑 這輛車的東西 我不會同價格 真的遲了少少 但是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你如果要反駁 你這輛車的東西 有一點用 但是你其實是沒有很強的理由去反駁 即是有些很弱的位置 你是沒有什麼質疑 為什麼呢 其實今天這條題目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納入一個中營的醫療體系 這個中營的醫療體系 應該是一個怎樣的事情 入了要納入的時候 我需要做些什麼呢 這件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原來反方 在整場面論裡面 是沒有什麼點去質疑的 你就是說 其實我有其他方法 沒有必要 就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加入了這個 公營的醫療體系 其實造成的問題是什麼 你是沒有怎樣談 這個我覺得就是很可惜 而事實上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沒有 是相當多的 我覺得其實你們是放過這個情況 真的放過這個情況 就是他們那個主事 其實是很直接很簡單 但是你們其實沒有怎樣去 令到他們的 他們會認為這些問題 或者是令到他們很難會 會認為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一點 有些逐個不懂的地方 我覺得其實雙方 都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改善的 我說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 如果我們打傳統給出來 那個的用字 用例 或者狼籌 都是相當多的 那我就在哪些地方 那我首先 我覺得 大家知道 很誠實 就是 你加一些東西 說出來 幫我加什麼 其實雙方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聽到他們 是否正確的意義 就是 那些市民 其實是不計較金錢的 哇 那你這個人說出來 就是 廢家婆 市民不計較金錢 那你今天說的 你整個主事說的 是什麼 你不應該這麼康復 你說 是一句 但是 這個真的會令你 有些那個 用字 或者狼緝 會扣分 這是必然的 所以要小心 那你反方 也是 你應該會在 你說的時候 這個要負面的時候 說 大量 又不是轉用中醫院 那你是不是 說 其實將他納日 作為公園 醫療體系的時候 又 真的可以納到那個 叫分納再用過 那你這個要 用字 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真的要小心 這個是大家想的事情 另外就是 用例上也是 比如說 你說 活法官校 其實很伸道 我就真的 不太看到那個關係 你們說這個例子出來的 你想說 就是政府可能會 做的事情 令到市場 是會被你擁鑊 我大概意思上 就知道 是這樣 但是其實這件事 會就是 這件事 是每人最主要來 反抗的事情 或者是打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就是 有內相抗 還有 老實說 後言他們的 即 如果你 想真實 不想真實 有一個論點是 有很多人 是會 因為政府 將這個中醫 負責入了這個工程 體系 就會 因為這個低門欄 高收入 而轉了 轉了做中醫 那些是簡單的 就是 壓住 退了一些人入局 退了一些人做中醫 你的意思是這樣的 但其實實際上 這件事 就很質疑 會發生的 其實這個 就是 如果你說到 那個叫做 工不應求的情況 就是 工不應求的情況 很嚴重 很多人根本找不到 老公 或者自己走出去 去執業 其實有幾多人 即是有幾多人 即是 你有幾多人 可以做到 政府 所謂的 政府的總醫院人 的警察 我想那些人 不知道 這個論點上 我不是很難 認同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 用的數字上 我覺得 其實今天 在用的數字上 其實都有一些 問題 正方 其實並不是 用得很好 因為你們最主要的數據 就是和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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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9%升到45.2% 我猜李嘉才 我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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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 香港人用中醫的比例 即是 香港人用中醫的比例 即是 香港人用中醫的比例 但是 這個是香港人用過中醫的比例 簡單來說 有幾多人要經常用呢 即是 我有用過等朋友 會經常去看呢 或者他們 其實 你最慘的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你明明舉了一個 幾好的數據出來 可以 counter它 但是你沒有怎麼發揮 就是說 其實有五成的市民 都會考慮 先看西醫 再看中醫 但是 很可惜 這個數據 不只是除了 人用的問題 就是 我沒有發揮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實際上 這個就可以大打雲打 我真的覺得 當然 我也有一件事需要提出 就是 就是 雙方都需要提出 就是 當你說這些數據出來的時候 超級別說 有一個統計的銀行 就是 有一個統計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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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說那個梯圖銀行 清楚點 這個是哪一個機構做的 關於什麼的調查 這個是不省得人的理智 就是 你說 我想快一點點 就是 拿多幾個數據出來 但是 這些東西是不省得的時間 不省得的 就是你很清晰 統計的數據 是什麼數據 這個 這個就是 希望雙方都能夠 民意 到最後 再說 多一點 就是 這個 就是 其實 這個銀行 我覺得 大家有一個空間 真的有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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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大家都沒有聽過 不知道你們是否有一個空間 還是他們是否有一個空間 所以 大家的人實際上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今天 就是這個 就是中醫這件事 他納入去攻擊醫療體系 就是 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 正方一開談 說了 怎麼做的 但是 他們其實都沒有很清楚交代 其實就是 而不管 是吧 譬如你中醫奉納進去 那是西醫 那個 即醫院那些 管那些中醫 還是 其實都會找另一個中醫 去管那些中醫 他們之間哪個是頭呢 是吧 那個警官局的主席是怎樣 哪個組呢 是吧 會不會出現的情況 什麼事 有的情況 可能是 中西醫之間 是有充能的 是吧 即是大家 又不看法案的話 OK 你單次出了位的時候 終於說 沒有人 這個醫法 但是 西醫說 不是 我覺得你實際上是有問題 因為你沒有跟過那些數據 所以你敢說 我們就去醫療 對吧 那就真的會出現這個內容的衝突 那就 很可惜 其實今天 尤其是反方 就沒有將這件事 進去的方法 就是 如果你拿這件事出來 我想 其實正方就會 辛苦一些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可惜 少許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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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有請唐林小姐 給雙方 對雙方 對雙方的評語 剛才看到 我們今晚期 或者是 主要中方處理這些影片 我想說 少許 關於雙方 對雙方 對雙方的一些 著手的時候 和想定義 我覺得有些 有些重要的 關鍵字眼 或者關鍵字眼 或者關鍵字眼 你們的定位也很重要 例如我其實是中醫 其實雙方是怎樣看中醫 大家都會喜歡 熟悉 我看到 中間有些有趣的位置 證明畫都有 證明中段 嘗試說到中醫完美 沒有遺書 他沒有複妝 你說不說到有複妝 不複妝 但如果 中醫有句話 我不太喜歡 但有時候 看書 讀畫 有時候都說 試藥 三分讀 中醫都認為 最好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吃藥 藥 他就算是中藥 他都說 是有複妝的 這些是沒有常識的 common sense 所以有時候 定位 一定不選 你不提正方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那些東西是百分之百元美 你都說 百分之百元美的方案 你不知 你不用這麼做 你把自己的負擔 反而我覺得 反方真是好吃雞 玩他 他說沒有複妝 那些 你都反而覺得 你真的錯過了一些東西 你真的不需要去 那些東西 反而你們的主面 去到最後 我就覺得 那些就更聽了 就是我 胡亂不足 我就覺得 你其實 要早一點 在主面 方面 或者你的主事經過 還有 說到一個定位 中西衣 如果你要擺到中公營 即是剛好 剛才說 剛才那個監管是怎樣 跟西衣那個是怎樣 去配合 即是你很想說 擺到自己的主線 那你打 我實際上容易打一些 你拿到他的必要性是甚麼 其實我舉例子 譬如說 一些心疹 抗喘 腦病 等等 其實我雙公營 西衣都認同 這些 他們很平手的人 就是西衣 其實都是一個根字 或者很快的字 反而看到一些 臨床的神症 在中醫藥的方法 你說 清真教 那些東西都好 中醫藥 它是有連透的 這些不是 真的不是說你 自由生疾 你信 其實真的有臨床的 一些數據 西衣有時候 都有你中醫藥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說得多些 反而那一刻 有時候有的 那個時候 過了 情緒病 我真的沒有想過 中醫 為甚麼 情緒病 那一刻 我甚麼人都知道 聽到 我前一刻有說 情緒病 情緒病 我當時聽到 情緒病 和中醫 可能我有一些 有靈魂 不是很認識的 有時候 那一刻有過了 不需要推得那麼準 我的中學 我覺得非常之好 你說他有些病 中醫治療 有些病 西醫 人家馬上就 就 可能中了子彈 他就有急疾病 你找他中醫治療 他 急症 或者一些化學治療 因為他馬上一致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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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些 你們要想到 你有優勢 才能拿出來 就是 定位 反抗 他們有位置 比較壞 你知道他們說 這件事 就是 整個 人工 哇 二萬多元都很萬億 我好像很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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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很少聽到 有一個 你一句說 不要做這件事 是因為 他已經抵了他 二萬多元都不抵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要看受訓的 他接受的中醫治療 那個訓練的程度 中醫治療 為什麼 一百元出來 賣多少人工 怎麼可以的 人工高 他受了七年 中間已經拿來很嚴格的 考慮 訓練 讀書 如果 我沒有大家幫他 歧視 好一個專業 我都不想說 事實上 你絕對可以說 你歧視別人 你覺得別人不專業 人家可以 讀很多 中醫的書 很難的 藥經 都可以很難 藥經 例如理記 這樣的人 都接受很多年的經驗 有時候 有些人不用說 那個訓練 我覺得 人家就知道 不可以這樣 就是做一些數據 但人家說 有一個問題 中醫 其實 你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解決 為何要解決 這些我覺得 是過場合 我覺得 你這樣想 那件事是合理的 你們就用來講 就不用說 推到那麼準 所以我覺得 通常是大家都有些 主機轉右 我自己的整體 我覺得是比較平均的 大家應該說清楚 中心醫 很多人 還有那些資源 我們增加了一些 開支 中藥又來補身 但是我可以 是否不能說 我覺得 就是正面前的平均都說 如果你政府 可以說清楚 監管的問題 很多問題 他們的質疑 你都解決到 中藥很新 為什麼 你當中醫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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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的 中醫 中醫是專業的 他覺得那些藥 是有必要 才開的 當然是治療 即是你太過的藥 你沒有說 如果藥有了中藥 不知道 你沒有說中醫 所以太過的藥 都不給你開 政府有監管的 其實你們要看 監管之界 即是 是必要的藥 是自病的藥 而不是 是質疑健體的藥 其實 現在 叫做未納入公益 這條體系 已經有這些問題 即是 是否有些長者 和有些長者的 有些中藥股 都會去買了一些貴物 其實未納入也有這麼多問題 反而 你政府可以說 納入公益 這條體系 是有一個更加健全的監管機制 你可以很清楚說 什麼病 可能是一個 什麼水平的 價錢 的樣子 才會不會西醫的樣子 那就更加很監管 你現在這樣 就有機會去 即是 在一個自由市場那裡 就更不好 但普遍自由市場 反而有些少許古怪 即是說 香港自由市場 才不就這樣 應該是納入了 但我自己覺得 這條體系 是太應用自由市場 因為你西醫 你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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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做這個介入? 西醫這條體系 是在市場那裡 那裡 我當時我認識了 很奇怪 但我又明白 你說了 他就說 中藥市場 不應該納入 即是如果他跟你 有少許可認同的看法 他就不覺得 你西醫又認同 又差勁 又差勁 雖然標準而已 這些事情 你們就想清楚一點 這些事情 你們說得很清楚 西醫很正的 你喜歡 你自己的自由市場 你自身自己 其實我覺得他有少許 都幾便 在中藥市場 我明白的 大家可能都容易 中藥不知道是甚麼 但你真的不知道 那個人會是甚麼心態 可能覺得他們 中藥各大精深 就是看不給我們獲水 即是 即是 你太輕易 我覺得這場反而 太輕易 將一些中藥的 講到好像都沒有價值 在市場就是 喜歡買買 不喜歡買不買 那種感覺 我覺得 政方不太懂得把這些機會 即是 有時你覺得 對方去盡了些 你已經把那些機會 你 那是否 你是看不中藥 你那是否 就是誇裂我們中藥師的專業 你覺得他會連回一輩子 那樣 即是這些事情 如果作為一個見論比賽 即是大家很想公表 你只要看這些事情 看這些位置去公表 我差不多是 她的影片 的影片 差不多 謝謝 最後有請李樂 先生 給對賽相關的影片 我都覺得 整個過程是開頭 正正常常的 整個過程 然後到後面 是原原模範 原原模範 原原模範 我覺得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原打原宅 但其實我不能夠問 為何它這麼自由面對的時候 它雖然就是 不正是分對 需要性 為不貴 慢慢的一些點 作為一些的分別 因為我個人覺得 你坐在一個經驗制度 一個體系 網上應該就是 收到這麼窄的這一步 甚至 如果你說馬鈴 過程的兩步 不僅僅是 純粹要求你 加後面的執行 加到剛才的 明媒有講 所以這樣的人說 你不應該只是 收集在前面 後面的過程 你們都應該有更多的 但很危險 你們就經常都不見得到 第二點就是 你們收集了範圍之後 你還要重現到 你已經有幾個空間 真的要煲不煲 花膠為不貴 這個人說煲不煲 不知道多少個小時 我會覺得 我會變成 沒有留意 或者下一個 花膠說什麼 人說人生什麼 我會去到這些模擬的位置 但是回來了 你們的內容 那些說什麼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們用來用字的時候 盡量不要打到按 我會試乎 我不知道 他的字眼 沒有打到按 好像很不專業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就是這樣 還有第二點就是 我其實很好奇 大家對於中西的態度 是什麼 不過我個人覺得 很誤會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們一邊 突然說 西很多副作 他們說不行不行不行 但是中醫的靈腐作用 但是你去到劫的時候 人家說 你中西醫協助 多管程 這本的訪問 他說什麼多管程 我就想 那是不是真的 鼓勵中西醫協助 其實是不取所需呢 但你前面都說 那些說法 好像很踩西醫 所以我就很好奇 究竟你對中醫和西醫的態度 是什麼 因為這會影響 你覺得 立在做公營體系之後 中醫的定位 和西醫的協助 是怎樣的 這個是最重要 他們之後這樣做的角色 那當然 你們都沒有怎樣討論過 究竟之後 他立在做看 他究竟是做什麼 你們都不知道 我想知道 如果是想看 就看 但是他自己知道 分工是怎樣 我覺得你們應該是 太多一點 而這一點 我現在想看法科同學 就是 你們覺得 公營 中醫是否好不好 因為我個人覺得 你們今天不斷踩中醫 既然你可以 批平中醫 那就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是批平中醫的話 那你就應該對付其他 一些的專業水平 都更加多的 變實是一些數據的質疑 因為我個人覺得 其實中醫的水平 其實我都很值得相學一下 因為我個人覺得 如果是 你用一些來執業事 做一個例子 其實我 我以為大家會講實物事 其實就是 執業事是一個很無悔的東西 有些人說 太熱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有些人藏 甚麼是不好的人藏 那更加像 你現在進入一個公營體系的時候 他自己都判斷到甚麼 好人藏 不好人藏 那我們又怎樣 可以很清晰地去決定 我們謹慎人藏 是優質 成不優質 是否真的可以 公營一點的體系 英文才能的優質都好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經營的態度 是不太喜歡 那你不如再踩進 這個 因為他會喜歡上去 有些甚麼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可惜的 還有我覺得 對於理解來說 政方都沒有交換清楚 就是 你經常都說他考討 什麼事 你所導致有空的教練 那我又會抱歉 他打完後 他考討入了公營醫療體系的時候 他要做甚麼呢 他就要競負那些龐大的醫療需求 他就要看著他醫療 他都是做到教這件事 或者研究這件事 他都說 before after 這個差別在哪 其實會不會是一樣的呢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應該是最大的分別 首先你解決到事務問題 其他一些公營的壓力 如果他們真的需求這麼大 他們分成就是 代表他們的醫療壓力 都很大 甚至他會出現不了 可能我覺得他專心搞這個過程 這個應該是真的質疑 然後我個人 第二個質疑 就是我覺得大家其實 這樣不說很貼地 為甚麼不貼地 正方就有可能 輕輕輕輕輕輕輕 就說互相締補 但你們聽清楚 他們的例子是甚麼 有甚麼感冒烤存 這些病症 但我個人好奇 是 如果你要做一個分流 現在究竟感激的問題是甚麼 公營經理 現在看出現的問題 是否真的是感冒烤存 這些病症 或是甚麼 所以我個人覺得 現在公營的問題 可能是床位研究 或是甚麼研究 我便會質疑 你喜歡看多一個感冒的緊張 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到 你分流舒緩壓力 這一定是相當的質疑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講到很想體暴 但其實你選擇的問題 你現在進入後 你會做的 你根本一致的時候 怎麼做得到身體暴呢 第二件事就是 例子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覺得 正方的例子 都不是很足夠 因為你台灣的 那個教授 講了多少次 不知道講了很多次 終於是 我聽清楚 原來他講的是感冒的徵狀 根本就會想 首先 好像一個教授講過 第二件事就是 不單止停在感冒 今天如果進入了醫療體系之後 首先現在醫療診所 現在已經進入了醫療診 三科那邊的什麼 下課 不知道什麼 你知不知道先導計劃是做什麼 首先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先導計劃 就是用三科合作的方式 有幾種病 是用中西醫療診的 那我就想 如果你肯定立入 那一定是將三科 再擴大其他科 其他科 不單止是感冒 或者敲出這股 淺移的病症 那些大家矮咎的病症 那矮咎的病症 那矮咎的病症 為什麼協助分工 這些其實應該是 那一個質疑 這些是整個病症交代不來的 那我個人覺得 還有白症應該是 重多一些貢質著手 你經常說貢質的字 但是我想說 你們推不清楚 那些貢質是怎樣的 你說中醫是 你為什麼形容中醫 就是說它是 純屬是 那一刻有病 不是有病 類似的東西 但我個人覺得 你應該再說 這個問題 中醫和西醫的差別 在哪裏 他們的 contract 在哪裏 而中醫有形容中醫 中醫是一個雲觀論的 西醫是一個微觀論的 可能他見到這個病頭痛 就是這一樣的消耗頭痛 中醫就說 頭痛不差 代表這種徵象 如果要雲觀一點 這樣看 就看看他到底是甚麼病 會不會在這些地上 令到他們有個分歧 而到時這個分歧 會不會再出現一些分工 再去分 你要深化這個現象代表 以致你會質疑對面的病 方向他們做到 還有到時他們是否質疑做得很好 反而是會做出火 還有第二項目 就是我當然覺得 他們兩個的矛盾之外 就亦都可以分離對面的項目 就是要解發展 如果你入了一個 西營主導的體系裏 你處置都是分離矛盾 究竟誰優先 即是誰取得主導角色 那是西營主導的 會不會反應來 你所謂的業界發展 即你去到一個 官員營主導的體系裏 你做死的 你做一個次略的角色 那會不會真是 做到你想做的 有備發展 所以我個人覺得 跟第三項目 就是資源錯誤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反方 不單止是說 加不加人工 你應該再說 如果我們不把這筆 加人工的錢 放回去 去認識 而若是藝人工 加多一些床位 加多一些東西 我們會不會的效益 是更加大 你要講到資源錯誤 你會覺得效益 跟現在的情況之間的差距 是甚麼 所以我個人覺得 你試一下自己的 那些項目 要深化 這個就很難給你 今天的比賽 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 是反方第一副面子 看全球 現在宣布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3 反方得票為0 換言之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正方勝馬河中學 就讓我來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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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